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子東 那當然以加權指數 光講指數的部分 也許你會覺得說 今天好像稍微可以不用聽老師解盤 因為你自己操作 好像盤勢就表現得不錯 中場收在最高點 上漲186點 這是光指數的部分 因為會這樣想的投資人 大部分會離盤面很遠 就是偶而操作一下 可能是純股族 會認為說 現在大盤沒有崩盤的危機 會認為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但是我們坐在這個位置上 我想我們就是離的盤面比較近 那現在台股大部分的一些投資人 做當沖的比率是慢慢增加 對不對 現在近期有稍微削減一點 但是都還有30%以上 離盤面很近 你可能就會說 老師今天完全不是這樣 今天只是拉基盤而已 今天只是拉台積電跟聯發科 如果你看上市跟上跪的比例 今天盤中一度上市是跌加速比漲加速多了 後來有拉一個尾盤 但是上跪指數就沒有 上跪指數到尾盤 跌加速480加 漲加速437加 跌加速是多過於漲加速的 所以這個盤就是大家最討厭的 好像盤是有漲 但是你手上的個股卻是跌的 當然我們有講 我說這段期間 因為盤是你不要想說 2022年還能夠複製2021年的那樣的行情 因為接下來今年要討論的是升息 操作難度會增加 不會崩盤 但是操作難度肯定會增加 我們會來告訴投資人 你如何操作對的族群 又如何找到一個好的價位 這個我們今天都會交代 在講到我們測標的重點族群 記憶體之前 我們當然還是要先講一下 期貨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也開成布公的名講 今天期貨 其實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強勢 那我們也是不斷的進步跟檢討 來看我們今天怎麼做 來我們就謙虛的講 今天你如果看到期貨的TIK圖 你可能會講 老師今天最漂亮的應該是從10點半 一路買多做到尾盤 做多今天才對啊 那其實我認為這個叫做馬後炮 盤還沒走完 誰知道今天應該怎麼做 也許你聽過有一些人 每天在收盤之後 說你看我的軟體每天都賺錢 講久了天天賺錢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些事情事後論 你回過頭來看才說 今天為什麼不做多 我說第一個我們也檢討 今天我們只獲利20點 後面的我們沒有賺到 我們先來看訊息 看我們怎麼掛價 第一個 我們10點整掛價 當初差不多10點的時候 就在18165這個價位 所以後面有穿價 後面有到17 18165上下2點 原本是做空一筆空單 好第一個 這個部分我們就要期貨跟個股同步講 今天在我心目中 我說我們做指數也是這樣 做當充也是這樣子 你應該是今天開盤之前 你就應該要有個定見 認為說 那我今天應該往多方操作 還是往空方操作 這件事情你一定是先決定 沒有說我等到11點12點 我再來看看今天要多還是空 你心中會有一個成見 當然如果你是看指標的話 有的時候會推翻你的原本的成見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第一個我們先預估 今天禮拜四 今天2月10號 明天禮拜五 新春開紅盤的這三天 都是紅K 紅K 跟紅K 照理來講 今天應該要沒有那麼強 然後禮拜五做一個良好的修正 這是最標準的走勢 所以第一個 我今天心目中 我主觀 不完全正確 我認為今天應該是要休息的盤勢 好第一個 然後10點的時候 我們等了一個小時 那一個時候盤中的均賣 還是大於均賣 我有跟投資人解釋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指數個股為什麼會成交 一定是一買跟一賣 但是是賣單 每一單丟出來的比較多 還是買單丟出來的比較多 在盤中的時候 一度是賣方丟的單比較多 也就是說今天的主力 原本找盤是站在賣方的 跟我原本的預判 是一模一樣 那當然就做一筆空單 空的也稍微晚一點點 因為今天我們一開始 我是先講個股 今天除了台積電跟聯發科之外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是弱的 但是這兩檔股票 畢竟是佔全值相對的重 你要搭配現貨一起看 這兩支股票既然是強的 那盤勢應該就會有撐 所以我們掛的也稍微晚一點點 好這筆單也沒有多了不起 來10點28分 因為真的不行了 台積電太強了 連發科強 好 空單這邊小型 先獲利小回補 目前18145 我們也檢討 今天只讓會員賺到20點 但是我說第一個 你進來指數期貨的市場 跟股票有點不一樣 你可能波段賺了一支 前面賠個五支八支 你可能都不用在乎 比如你報台積電 你報了10年 基本上你賠個其他三五支 基本上都能夠補得過來 但是指數期貨的部分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有些人在這個地方跟你講 第一個 我們先認清一個事實 因為現在詐騙集團很多 有些人上節目表演 你看我的軟體天天都賺錢 你一聽就知道是唬爛的 唬爛的人 自然會怎麼樣 良幣足劣幣 你也發現 這些劣幣好像不見了 跑來跑去 從來不會待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對不對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我來分析跟你說什麼 長線大波段 跟你分析說幾支幾 有出手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秀績效 因為沒有賺錢 分析歸分析 食物操作歸食物操作 所以這個地方我反過來跟你講 你用在股票市場上面 也許 你說你一支大波段獲利 你賺個幾百點 你前面賠幾十點沒有問題 但是期貨指數不能這樣 期貨指數大部分做當充 基本上你要先講求勝率 期貨部分是這個樣子 今天因為如果你要求勝率的話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當充為主 我們指數期貨 我們統計會員的意見 大部分的人做當充為主 後面你看後面 買方後面拿回優勢 但是已經到尾盤了 有沒有辦法做 沒有辦法做 今天就小賺二十點 但是我們可以講 這幾個禮拜基本上 我們好像還沒有輸過一筆 當然話不能這麼講 過去的績效 我們就是按照 食物上廣告台詞講的 過去的績效不代表未來 但是我們必須要稍微 驕傲一點的說 這幾個禮拜 我們好像幾乎全勝了 會員應該很清楚了 目前為止 賺多賺少的問題沒有輸 第一個 2月10號 火力 昨天我們先觀望 昨天沒做了 上一筆交易是2月8號 每天做一筆 50點 再來 2月7號這個禮拜 正50點 你自己加 當然我們的算法 不會像別的分析師 一個人做了幾口 所以獲利點數乘以幾 如果我們的會員 我也不清楚 我們會分一部分的資金 但是我不知道你究竟 是做了5口10口 因為是有10口的會員 在我們裡面 那我不會在這個地方 主動把你的績效乘以10 我覺得這樣子 有點誇大 不實 我們就按照我們 獲利的點數 那你操作是幾口 你自己乘 自己算 這樣子如何獲利 不是只是這個禮拜而已 封關的最後一天 1月26號 我們是不是也是獲利 更不用講 1月26號之前 那一個禮拜 不管是個股 還是指數 這個在我的社群平台 都有公開 來導播這個地方放大一點 1月25號 那天最漂亮 因為那天說真的 你只要是掛空單 不管你空在什麼點 全部都賺錢 我在我的社群平台 因為順便也結成紙張 全部把它併成一張紙 往右看 個股我們也是放空的 近期 遊戲股其實會最弱 因為遊戲展都過了 這些個股 在新春 封關的時候 我們都先空 空一趟 但是空單也不能常報 更不可能 不要說 多單我們先全部獲利了結 我們空手過年 空單更不可能報過年 所以這段期間指數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拿捏的 其實還算不錯 唯一只有 我自己也會希望求好了 所以今天 我們稍微檢討一下 2月10號 只有獲利20點 好啦 指數期貨的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講到個股 你可能會說 老師 今天雖然是上漲186點 可是今天是 跌加多於漲加 那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 原本在我們的預估 我們就認為說 今天應該會是 漲上去的幅度跟力道沒有這麼大 然後明天禮拜五會有什麼 俗稱的週五做空日 因為禮拜一到禮拜三賺錢了 現在大家都跑短線 禮拜五自然會有一些賣壓 原本的盤勢是這樣分析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個股怎麼樣 逆勢上漲 但是我跟你講 你挑對個股 重點是 你也要挑對族群 來 第一個 前面我們講 這個我們就不再複數了 我說如果你過年這段期間 你有看我的節目的話 我們從頭到尾拿一檔當做教學 這檔教學不是講講就好 是我們真的有待會員操作 2021年10月15號 第一個 今天我說我坐在這個地方上面 我們做節目 我當然希望良幣足劣幣 什麼叫做良幣 你如果複習一下了 你如果整集看我的節目 你有沒有發現 我教學節目 有些人會跟你拿三檔 五檔 十檔 跟你做教學 然後你會發現後面 他開始跟你怎麼樣 把對的拿出來講 怎麼以前講的十檔 現在只驗證三檔 我說良幣 最難最難的就是 從頭到尾跟你講一檔 所以是不是曾經有人俗稱我為黃一枝 因為我整集節目有的時候 只講一檔股票 還記不記得我新春的時候 從頭到尾 拿哪一檔跟你講 就是這檔 3455的油田 你可能會說 今天晚上要公布CPI指數 可能會有一些賣壓 會有一些比較保守的資金 不想賭這個東西 所以今天或多或少 會有一點賣壓 好啊 你想賣沒有問題 我們買進 當初我們跟你注意到 這檔股票的時候 沒人注意到 第一個 其實我們這個圖 如果你是看YouTube的話 你可以截圖 好好把這張圖看個仔細 我技術分析我也講了 第一個我們今天要講其他個股 MACD柱狀翻正 基本上什麼時候你可以進場 你不用等到它正式翻正 這個地方我們簡易寫 因為稍打幾個字 你不用等到它柱狀翻成紅色的時候才進場 快速收斂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預先做布局 3455的油田 今天要公佈CPI指數 未來會不會繼續通膨 會不會升息 因為有些人做節目 基本上從頭到尾在念報紙 跟你說 報紙又解得亂七八糟 我說那節目剛好有講 對不對 基本上是指入尾碼 他看空的 他就從頭到尾 不管什麼消息面 他都往空方解讀 不是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我們有一套 自己我們的操作工具 當然會解讀報紙 會解讀新聞的人 一定都會在那個地方裝說 你看我不用技術分析 好像他技術分析學得很精通 只是他不用 結果今天要稍微點一下技術分析 拜託技術分析搶得超級爛 好像以為一個KD交叉 就是代表買進 好像均線就代表所有的技術分析 那個對我來講 KD指標均線 對我來講是右右斑 我們早就脫離了這個層次 甚至我認為 你看我的節目 你看個一季 基本上就超越那些兩光分析師 覺得好像均線KD指標交叉 這樣就叫做買進 你就已經超越他了 你就已經超越那個老師了 所以來第一個 三四五五的油田 今天想要賣一趟 老師金字檔股票好像不強 你今天賣 你今天賣在最低點 110塊 我們算100了好不好 連實位數跟個位數 我都給你去掉 你賣在100塊 跟你當初你用技術分析 選到的好點位 價格在54 翻倍 你會很急的說 你的營業員趕快先接我的單 你可以跟音樂員講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你慢慢吃飯 午餐吃完尾盤看怎麼樣 尾盤沒有拉上去 你在幫我賣 你可以很輕鬆的做這件事情 3455的油田 那我們講回來了 我們講完這檔股票 所以我說 如果你有任何的擔憂的話 基本上跟著我們的腳步操作 是沒有問題的 那市場上面這樣子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在節目上面 我們很少用新聞消息面 來跟你解讀 因為第一個 新聞消息面是 你的成見是多 你什麼消息你都往多方解讀 你看空 你什麼消息你都往空方解讀 第一個 還記不記得 來 會看空台股的人 第一個 一定看空半導體 沒有錯吧 我們的龍頭 甚至占權重最大的 不是航運 不是船彩 一定是半導體 能夠帶領台股走波段的 一定是半導體 他一定跟你講 你看前面怎麼樣 歐洲是不是公布半導體法案 他會排擠台積電 當然排擠不了台積電 會說 他會排擠世界先進 他會排擠聯電 半導體都不好 台積電會下來 對不對 對台積電也是利空 什麼東西基本上 他都往空方解讀 結果有下來嗎 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 會跟你念報紙的老師 大部分就是 他想怎麼解讀 他就怎麼解讀 一點邏輯道理 都沒有 好 那我們之間也明講 因為剛好近期 其實 有人問一個問題 有人說 老師 他問的問題是這樣子 來 他說 老師 你帶領會員 你的各級的持股 都是三檔 對不對 好 有一些稍微資金 比較雄厚的人 因為他會考量說 升息的風險 基本上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挑那種 比較小型的標股 因為小型的標股 比較不受大盤的干擾 會走自己的結構 但是大資金布局的話 他們就會問這個問題 那 問 其實會問很實際的問題 老師你不要講那麼多 來來來 你把你手上的股票 你們現在這一組會員 手上的股票 給我看 我看完了之後 我自然知道 要不要加入你的會員 來 我們各級會員都是三檔 我們中間廣告先休息一下 休息過後 我們直接公開這一組會員 所有的持股 我們先進廣告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投顧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忘賭心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第1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節目的上半段 我說我們乾脆今天就趁這個狀況 直接公佈 其中一組會員 大家想要看說 這一組尊榮會員 也就是清代 究竟是哪三檔股票 我們不囉嗦 來 我們直接公開 剛好應對現在的大盤 來 今天是2月10號 來導播我們稍微放大一點 因為字比較多 第一個 我們先來直接名獎 直接公開 三檔股票 我們沒有壓滿 我們目前為止 只 手張只持有兩檔股票 第一個 3217的優群 2344的華邦店 發訊息的時間是1.06分 已經收盤了 目前我們手上兩檔 帳上都是獲利的狀態 對不對 我們在我們的會員 訊息裡面直接明講這件事情 好 我們先看後面 因為美股後面開始會遇上壓力區 怎麼公是關鍵 因為今天有人可能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 這個盤式有可能會崩盤 可能會跌 好像出來 跟投資人講這個建議 基本上好像就是大師 但是我認為基本上 這是一句廢話 這是一句空話 股票本來就會漲跟會跌 不需要你提醒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股票會跌 沒有人不知道股票有可能會跌 對吧 現在很多人跟你講 你看我早就跟你講 甚至網路很多人 跟你講說你要小心這個盤式 股價一跌 突然跳出來辦大師 你看我早就跟你講會跌 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意義 甚至做空的老師 他做空 你有沒有看過 他在節目上 秀過任何一檔標的 沒有 全部都跟你講 你看會空會跌會跌 賺錢呢 會要看的是你要對節目的 那些甚至準備要參加的人交代 那你做了什麼 賺了什麼 沒有嘛 沒講 好第一個 我們把我們的標的 全部都跟你講 帳上是什麼樣的狀況 投資人自己去驗證 那我們也知道後面會開始遇上壓力 怎麼攻其實是關鍵 所以第一個這段期間 你有沒有先卡位好股票 3217的優群跟2344的華邦店 這兩個族群 你會發現說 老師好像跟記憶體稍微有關係 老師你剛剛不是講說 你不看新聞報紙 你不看報章雜誌 因為大部分都是落後 而且這些新聞有的時候說 誰看好什麼 什麼大摩看好 你自己也很清楚 根本一點參考的價值都沒有 甚至有些人念報紙 解讀方法還解錯 第一個 有些人會以為說 老師今天會漲 是不是單純的因為這個原因 第一個 跟上面DDR3 三星要停產這件事情 其實連動還比較深 因為為什麼 這是一個中長線 所以從去年的第三季 旺宏也出來罵 說外資根本看不懂 第一個 DDR3要停產了 你說DDR3要停產了 未來的趨勢在DDR5 但是你要知道 目前為止我們的台廠 比如說用在工業電腦 基本上很多人拿貨 價格的問題 還是願意拿DDR3 甚至我們台廠 有很多老牌的 存貨占比 DDR3占比 基本上是40% 50%以上 當然沒有問題 未來的趨勢在DDR5 然後你可能會認為說 老師你是不是看著 新聞報章雜誌去做 今天出了一個消息 說威騰凱霞 記憶體的材料遭到汙染 所以會有轉單 群聯 華邦電 剛好就是我們手上的股票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看到 這個新聞消息才做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我去汙染 我們為什麼可以預先知道這件事情 第一個 今天我跟你講 譬如說前面你剛剛看到說 好像有一些台積電的利空 說歐洲也要蓋自己的半導體廠 那不是會擠壓台積電嗎 台積電繼續漲 為什麼 看你怎麼解讀而已 當市場上面主力要做多的時候 空方的訊息就不再是訊息 反而會是利空出盡 反而多方訊息基本上就會拉抬股價 所以基本上你要回歸源頭 知道主力有沒有要做這一段 今天節目時間可能不太夠 沒辦法把華邦電講完 沒關係我們按表操課 我們先講優群 伺服器本來就會有DDR的換機槽 是指伺服器 所以新舊世代在做交替 有一些族群基本上就會受惠 為什麼我們可以預先判讀這件事情 第一個 你就技術指標 絕對不是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月線季線什麼KD指標 右右斑的東西 第一個 CV指標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前面我是不是跟你介紹油田 不用等到柱狀翻證 那個價格可能會有點高 收斂快速收斂的時候 基本上有一個良好的修正拉回 你就可以自己先去做佈局 所以不要看著新聞報章雜誌 做那些從頭到尾跟你解讀 新聞報紙的老師 你就要知道 那叫做兩光分析師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可能不太夠 沒有辦法2344的華邦電 也跟你講完2344的華邦電 來 今天表現得還不錯 現行長什麼樣子 我相信投資人你可以慢慢去體會 如果對這張股票 其實你是有興趣的話 第一個 你看了標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不是挑那種小型投機股 因為這一組會員 資金比較雄厚 挑標的要好好的規劃跟考慮 你有興趣跟著我們操作這樣的股票 基本上如果你的資金比較雄厚 你也不要想說什麼 哇挑一些什麼沒有量的股票 賺好幾根漲停板 那個可能你一開始就沒有辦法買 跟著我們中規中矩的操作 節目時間不太夠 這三天我跟你講 大戶持股不斷來到新高的 不是只有奇紅一檔股票 伺服器 工業電腦現在面臨了怎麼樣 晶片緩解 缺貨槽緩解 會有一波換機槽 請投資人好好把握 祝你操作順利 我們下集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小恢化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 新長 就是祝你 你是 然後 其實 集中 初 一